这个节目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这期限电的情况 国内发出了很多新闻新闻 然后我这边比较好奇就是从这个 从那个CCP官方的官方发布数据的角度去 去给大家快快展示一下这个限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因为限电之后可能就是限量啊 可能就是限水啊 包括陆陆续其他的事情 所以说呃就是想在此之间想想确认一下 到底这个限电是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还是呃还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就是一个一个 亿万因素造成呢还是说呃等等吧 各方面因素就是希望就整体上从带来带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发现的一些一些 一些数据上的一些问题 让大家了解一下 嗯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我就个人感觉的 在我就在说正是正是话题之前正好这些有些 让有些因为这个有些呃有些呃 观众或者战友还没有参加在这之前我先我先抛出几个问题 大家思考一下哈 现在限电闹的最凶的是一屋 我看新闻哈 如果错的话大家告诉我 其其次就是湖南 对吧 这是两个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 为什么是一屋呢 为什么不是沈阳长春呢 或者说是这个广州或者说任何其他的地方呢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是如果真是一屋或者是电力浙江供应出现问题了 那么呃 或者真是由电力导致的 那么供应最终出现问题之后 从经济的角度讲 那么肯定是呃 作为一个省为确保经济的运行 那么肯定会协调各种电力来供应 确保一屋 一屋电力供应足够 因为一屋是这边那个小那个小商品中心嘛 这样的话他生产的设备 既满足海外需求又满足 让那个春节前的一些一些设施 一些一些一些 一屋生产这些东西 主要是供应了海外的那个圣诞节 包括春节 包括国内其他这些 房屋街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去陷入一屋的电 是吧 那么这就是 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 对了 大家可以听到吧 我我我别在我说了好长时间 再听不到 如果谁方便是帮我确认一下呗 哎 班若能可以可以听到是吧 可以听到吗 好 那就没有问题 行 我这个 呃 在我先跟大家正式开出之前 我先把他网页打开 这些网页也 这些网页 呃 也也需要缓冲的 因为都是国内的网站上的一些网页 好 那么 可以 那就开始吧 我就开始了 就就 不浪费大家时间大周末的 嗯 先看第 第一个 谷歌 好啊 这就是 呃 我第一步想说的就是这个几个 介绍一下几个背景啊 对 对对 我我错过了一步 嗯 我简单快快的说一下 我这个整体 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这个整体的一个 一个思路和理解 和这个过程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要说什么东西 不再说到一半 大家 让大家理解觉得说我在说什么 呃 说的不清楚 这样的话 我觉得整体了解一下几点 然后 呃 中间就一个传输的问题 传输的问题 传输的问题 那个东西就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 那么 这是两个主要的段 主要的一个 两个分析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一个突破口 那么对于供应测来讲 嗯 我首先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信息 国内限电到底大约是什么地方在线 怎么个情况 几个信息给大家展示一下 除此之外 我会快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电力系统这个特点 让大家再了解 因为因为我们一会要过一些数据 或者说说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都是 呃 这个电力系统这些这些基本的概念 或者说 是有利于大家去理解这个东西 嗯 那么在下一步我要说的是一个 一个相关的 国内配电供应管理的方面信息 这样的话也也也能辅助大家去理解 嗯 最后 最后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供应测一个重点 就是说咱们看看咱们国内能源分布是什么样子 就是电力系统是这个发电都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产生的 那么 嗯 组成看看是哪部分 如果哪部分占的最大 那么影响因素最大的 如果说他的 如果他的电力系统主要是有核电组成的 电 发的社会供应的电主要是核电 是核电产生的 那么核电的 那么核电那个因素影响最大的 如果是煤 是煤 煤是主要的因素 那么煤的供应可能就是主大的 主要是最大的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嗯 想表达的这一块 能源结构分配 这样的话 我们满我们了解了基本的概念 了解了这些能源分配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去看一看 先看一看官方说的 第一个是天气的因素 第二个是工业用量的因素 我先说一下 这个天气的因素 如果他说是天气因素 这个东西导致的 那么我这边找到了一些过去十年的一些 一无包括几个长沙的数据 咱看一看 这个天气 对这个供电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部分 他说用电量过大的问题 就是官方给出来因素 咱们就是官方给出因素 去去的看一看 那官方给出因素 我就看了一下过去两年的数据 再对比一下 再结合这些信息 再跟大家说一下 第三块就是说 嗯 就是刚才我说的 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电力出现缺口了 为什么是义务不是沈阳 那为什么不是其他省份 是吧 就是等等吧 简单的 也就是到了这期节目的重点 就是说咱们这个限电和咱那个 和CCP这边 是否有可能在进行准备军事活动有关 或者说是否有其他的因素 这是结论部分 最后一部分 就是说 最后这一块 就是在我准备这些材料过程中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那么在第一块开始 先看看这个这个 呃 限电那个 相关限电的一些新闻 快快快快快过一下 这是打开的一个网页啊 啊 不是 这个不是不好意思 新华网限电 新华新华网爆出来的 为何部分地区限电 这东西我还有必要的 这看看官方是怎么公布的 然后这样的话 咱们才能更好地去去知道 他说的是 是是是是 是怎么一个情况 那快快的看一眼 说近期 嗯 湖南江西浙江等 发布限电措施 就简单分析啊 湖南是属于中部的 江西和浙江是属于东部的 这地区区域上不一致的啊 也就是说限电影响两个区域了 这不是呃 这是一个是 对 深层次的问题 然后呃 再往下 再往下看这种 从从这个 对于这三个省 我再简单说一下 浙江肯定是这个呃 也是这个经济大省 生产的也是 清工业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湖南省 呃湖南省 包括江西省 江西省是和和和军事军事设备相关的 比较多 然后湖南省是内陆里面 它的重工业比较多 就是省份那个经济分配 包括这个区域 这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个这个 咱们再往下看 就不看细节了 不好意思 看电力供应偏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国家发改委说的 八个国家发改委说 一是生产生产过速 啊生产快速恢复拉动用电增长 这第一个原因 那说了些给一些数据 那咱现在不看的数据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遭遇极寒天气 加大负荷 是他说的 第三个是 外售电能力有限和基础故障 增加保证电力供应 我给大家解释一个 外售电能力有限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这个省份需要这个电 那么我自己本身不能满足的情况下 我就要从临近去 临近的这个附近的区域电网 包括其他部分来调节 来分配 也就是说我获得外部支援能力 是有限的 就这个意思 机组故障 增加 机组故障 增加 电力保证困难 就是本身我自己故障 原因较多 这是说的是一个三个主要的原因 一个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一个是天气的原因 另一个就是这个 外售 就是接受援助能力有限 就是自身的原因吧 然后看一看他说的这个这个 这个下一步怎么保证电力需求 湖南省成立专项组 加强煤电调度 调度陕西 陕西和陕西等煤炭运输 确保火力发电技术平稳 然后看的新闻最近说马上陕西 陕西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限电的情况 行 然后我在说的时候 如果大家 有有对 对 搬入说这个 离心机这个是需要大的电力能力 对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想要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用离心机来耗这个电 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从事这样的东西 咱 只有过了这些这些信息 才才能可能 会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说 我觉得是 这是最后一部分 然后我这边说的话 如果大家说这个东西不清楚 我需要我解释一下 我就解释一下 我在我在简单 简单打断一下 就是我 我觉得我个人说这个话题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从事电力行业的 之间有电力行业 大部分的经验 然后当然不是非常非常对口了吧 电力行业主要分为生产 运输和调配 我只是其中的 其中的一个行 一方面 但会接触一些 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 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专门问 咨询了一个人 这个人曾经在 在国内很大的一线城市里面 从事电力调度里面 我问了他一些比较关键的信息 来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想我想邀请他上来 他他并不想上 并不想上来 这个人在国内也是一个非常知名高销的一个博士 也是电力系统 第一种非常非常非常牛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说我问了一些问题 确保这个 我跟大家说这些是正确 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不敢百分之保证 尽量 好我就说了点题的话 那往下来 对说到这个陕西供媒的情况 然后这就是湖南说 说满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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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科亚负荷什么这些东西 嗯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到这位到现在为止 你会你会你会看到他 他给出针对他的原因 他并没就只是说 我就我就安排下煤 来确保这个煤供应 然后然后而且是有国家发改委介入的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当一个当一个民生问题 一个民生出出现重大重大短短缺的时候 而不是当地的当地的这个这个主政官员 不是省长或者说市长或什么样子 而是说是有发改委层面去去去去去 调节这个事情 这就是咱们国内行政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这也就是说这种 导致乱乱象重生的原因 好这是第一个信息啊 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 看来再看第二个相关这个 关于这些这些这些 呃限电的报道 这个是是为什么到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然后开始拉闸限电了 咱开开看他说了说了些什么东西 这是给出信息 浙江给出给出了限电的一些内容 嗯 这边就是义无义无出出了新的政策 出了新的政策 可以看到什么A类 哦 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跟大家快过一下 这个A类企业不受影响 省终点发展企业 B类省鼓励发展企业 C类省帮助服务类企业 反正就是根据ABCD类企业 反正就是根据ABCD类企业 定了一个什么时候可以影响 什么时候不受影响 嗯 我想说的 你可以看到哈 这种划分 我想说的 说了这划分全都是一省怎么样 鼓励啊 扶持啊 淘汰啊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抽象性的东西 都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清晰的 就是反正就是省里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 至于说省里什么样的帮助 为什么帮助 他这并没有提到的 这就说明这个人质的观点非常非常大哈 而且给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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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电操作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为的操作的空间 我不清楚这个大家有没有关注在澳洲 疫情期间大这个墨尔本是怎么限制的 那么对于的每一步都可以看到 州长在公布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细的 细到什么行业应该做什么事情 这稍微点题的话 我就想想想我我看到了想到这些 然后可以看到这江西出现什么 实现早晚风就是一样吧 反正就是江西也包括这种湖南也出现这种限电的情况 这个这个发改委 这些算是一个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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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 确定出来 然后这个这边就是长沙多人爬楼爬楼梯没有电 好 你再看看下一个 然后这个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信息涉及到和后边这个和后边的问题的挂钩 大家可以看到在2020年10月12日开始 什么畅通大循环双循环提高质量发展 那么在这一个新环网的官网 在这个官网的情况下 它仍然是这个提到的说是一个大循环内循环 我这个这个新闻和后面是挂钩的 为什么是挂钩的呢 在逻辑上是有是是是是是相连接的 我想说的就是说 那么如果他本身说是产能迅速提高 导致供电不足 那么这个问题对应了一个环对应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既然政府的官文在倡导内循环的情况下 大家也知道 只有在贸易战导致了出现这种外交萎缩 外贸萎缩的情况下 它转到了这个内循环 从外循环才才转到了内的所谓的内循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说明今年的经济需求 肯定是不如往年的 因为他你就强调内循环了 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供应还是 那个那个对外对外贸易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先把这个先亮出去 把这个这个这些信息先放在这里 然后以便咱们再去看一下 好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国内这个这个什么商务部公布了一些进出口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吧 我也我也已经已经那个给它整理出来了 有时候给大家也快快的展示一下 咱们可以快快的瞅眼它这边的一个进出口 十二份进出口的信息 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通过我看过了海关的 我看过了能源局的 我看过了进出口的 看过了商务部的 总之通过政府各个官网看到了数据 我想去去看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最终发现他这个数据是矛盾的 这就是更加促使我一定要做一些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页向的缓冲了 最后这个这个是海关数据 那么这期 这期这是2009年 我对就是说我想跟大家想说就是说他这个我这个数据是看了这一期这一期的时候那么这个商务部里你可以不能够够够够够的 因为说商务部各个文台都会展示一些这些进出口的数据贸易的情况 所以说那么这些 我是也是看到这一块 然后把这些像量过来 然后跟大家一起一会儿细细的去过 然后这个是要我 这是海关的相关的一个数据 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煤到底从从海外进口了多少 或者说去你去之前进口了多少 进口的数据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从海关可以查出来了 至少是他自己官方推幅官方公布的数据 我就把它相关煤的我可以给大家快看一下 我再想说一点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数据只是公布到9月份 9月份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都没有公布 至于说从统计的角度讲 这已经是好几月之前的 这可能按季度公布我也不清楚 总的来讲是11月12月 它是没有公布出来的 是不想公布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很奇怪的事情 好我就想说的就是这几个信息来源在这 然后后边的数据我再跟大家一起去确认一下 在这之前我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这边的一些几个信息 就我看到的一些关于 关于缺电那个一些相关的内容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是 这个 这是一个金华人这个倡导的一个缺电的一个大家 号召大家节约用电这个 这个是我跟我大学同学在现在现在在一无工作 我跟他确认一下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限电持续一定时间了 并没有说是一个临时性结束 这是他给我微信转发的一个 一个倡议书给他打印出来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这是一个小小的视频 给大家快快放一下 我一看我就是靠武器空调都停了 我就跑去找物业 整个我们这一栋鞋子楼 十三的鞋子楼全 那物业告诉我他就是限电 那我是在十楼半空 那我过一下中午要跟朋友吃万古的我还走下去了 包括这个奥迪八年长沙和湖南大雪的时候都没碰到这个情况 搞定这个居民用电了 商业用电了 一共是五十八页 每一页当中都有好几百个 一共是五十八页 咱们每家每户的生活条件也都好了 超复合的太多了 咱这边没有做一个计划吗 已经做了 其实每条线路上 一般都会说流出来赋予量的 预留的赋予量也超了是吗 对 因为现在是那个天气出降 又有冰冻 所以那个用电量出增 我们现在就紧急实行一个有趣用电 好 这就是关于一个限电的一个小视频 湖南限电的小视频 然后再展示几个这个照片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这是限电之后 对对学生生活生活学习的影响 这边孩子都在用这个小煤灯 或者说这个电源电池的灯来看书 大家可以看到这天气非常非常非常冷 穿的比较多 就是在这看照片让让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也曾经经经历过类似这样子的 所以心里不是很很很舒服 这是在江西的 这是在广西的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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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现在展示的是广西的一个 限电的一个通知吧 就告诉咱们 告诉这个用户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要限电 这是最广西的内容 咱们再看一下 这是这是在在在国内微信上一个 比较有人发的说 不给开空调就算了 来检查发现我们这栋楼 有人开空调把整栋楼的电都给停了 无语难道供电不是国家的义务 我也没交我也没有不交电费 平时把我电给停了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 我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统治 这不是一种管理 就是我管理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样子的 我给你个预期 我也采取合理措施来实现这个目的 管理就是我并不在乎你的感受 管理是单向的并不是双向的 所以说大家交了钱 最终还面临这种惩罚 再看看这个内容 这个是湖南发改委的 这是在网上呈现的 但我是没有能力去区分它真假 但是从刚才的视频 新京报包括这些新浪的 可以看到这就是是的 这是湖南发改委 一个正式的文章 告诉告知这个 从半夜光炉灯啊 类似这样的一个信息 总的就是来说明 这是一个限电的 然后对于限电之后 对大家有什么影响 两个最重要的影响 我再看看看这个 大家看这个视频 从新乡东上 特别是我就做的车吧 到河北的时候 车走不了了 到了这个车 全部向车了 全部吹飘了 吹飘以后怎么解决的 吹飘就是自己 自己走自己 到那个河北 车子还有车车到盘中的 车车还有车车到盘中的 部分线路出现这个叫什么 取线路取消 然后导致大家的正常计划 旅行受限 对了 因为高铁 我给大家 简单跟大家普及一下 现在高铁的主要能源 之前咱们国内的铁路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蒸汽那种 可能最开始是烧煤的 烧煤的后续变成烧电的 现在高铁的模式就是属于那种 在那个 它是混合能源的 在跑起来的时候 是通过这个烧油发电 然后给这个车带动电力 然后车大家看到那高铁 进站的时候 底下有些铁架子 有些电线 这个电线 然后这个高铁 会把它相应的这个受电工 就是底下那个架子 直起来和上面这个线 相结合进行充电 就是一句话 反正高铁现在主要动力能源 还是电 所以说如果说某个地区 限电了受电了 那么这些是会影响的 好 那么他也在大家看最后一个小视频 关于这个背景介绍这个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发电机 就是限电之后 所以说我为了企业没有办法 又想开工 或者说又想应对这种情况 自己只有想办法 那就想 那就想那个想去买些发电机 所以说这个发 这就是这个外面发电已经 已经打包好了 等待 等待发货了 我觉得说在国内可能对于 大家发对发电机大家 比较陌生 其实在海外可能不是很陌生 因为 对于那种住在农场的家里面 基本都有发电机作为作为 作为备用系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面对这种限电这种 这种可可的管理下 没有办法 自己想办法 那尽量去去去购买发电机 好 我现在就是已经 已经先快快的展示了一些 给大家展示了 基于这些 页面的一些限电的相关信息 和我自己这边搜集的一些视频 视频的文件 包括其他的信息 好 这就是我想大家解决的 然后背景信息 插最后一个就是争端 就是澳洲和和和和 那个中国关于煤炭的相关的 那个争端 然后中国宣布 这是之前的中国宣布这个 宣布这个澳洲煤炭不环保 不让进口 最终是10月份开始 10月份开始 正式的禁止澳洲煤炭进口 增加俄罗斯和蒙古 蒙古和俄罗斯进口 这是一点比较注意的 我想给大家强调一些 我国内停止了澳洲进口的时候 但是还是买煤的 还是从俄罗斯和蒙古买煤的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 我停止完之后就不买了 OK 然后现在的目前的情况 就是我看到就是 你看说 中国约占澳洲出口的三分之一 这个10月份进口的煤下滑到153吨 这是一个新闻 就是中国将这个 将澳洲列为这个 这个煤炭列入黑 中国将澳煤正式列入黑名单 就是不进口澳洲的煤 具体什么原因 就是官方的报道说 为了环境发展 或为了什么样子 来限制这个限制 来限制问题 大家也知道这个 这个对 这么操作的原因是因为澳洲提出要 要呼吁国际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 来对这个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这个是一切的一切的根本 然后国内对这个事情相关的 相关的事情再采取了 采取了反制措施 好 这是一个相关的背景措施 这个背景里面就显示了 国内现象的情况和澳洲的争端 那么我再快快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力系统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电力系统和其他系统是不一样的 不像你生产的大米或者粮食系统 或其他食品 你可以放在做成罐子 或者或者说做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储存 你可以分 你就是你生产和消费 是可以错封的 可以错开的 是有间隔的 通过一定处理措施 对于电力系统 它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生产完之后 几乎就要顺势 就要用掉它 或者说你这边产生需求的时候 我这边就要去补上 如果这个需求和供给不能迅速达到一个平衡的话 那么就会引起这个电网电压频率波动 就会导致这个 你大家也知道 如果电压不较低 或者频率较低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电气损坏 就不能这个电气元件不能正常工作 正常的正常咱们国内这个电压是50赫兹 哪怕你变到你掉 你跌到47 跌到47 或者46 大家感觉很小 其实这个对电气影响特别大的 所以说在调控的系统的时候 大家对于电力系统 对于这个电网这个频率控制 都是以毫秒级别来进行响应的 毫秒级别的 然后这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系统特性 系统的特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生产功能必须是匹配的 必须是匹配的 这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说 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是有并不是说我这边 你用多少 我就生产多少 都是它是有考虑这个变化的 就是这个预量的 这个变化一个额度的 它都有一定的额度的 这个额度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这边我本身 我正常发电厂发煤 那么正常发电 用煤来发电 我这个煤是有一定存储周期的 从而来确保说我这个发电厂 在没有煤或者没有燃气 或者没有原料的情况下 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们也能仍然确保 我这边有电力对外输出 这是基本所有的行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叫做一个预量一个计划 包括国内这个燃油 汽油这些东西都是有储备的 一个道理 然后下一个就是生产准备 对就是我说这个 就是有这个煤和其他 来用为它生产准备的 再一个就是国内的电网 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市场性较强 它是一个计划性较强的 就是国内的关注点 国内对于电网 主要是控制这个稳定性和 和这个控制它的稳定性 安全性是大于它这个市场性的 而不像这些澳洲 或其他这些欧美发达市场 他们更是以市场性为 市场性为目标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住在澳洲的战友 就能感觉到夏天 天热的时候开空调 这电费多少天一度 大家在心里都有数 这就为什么 就通过这个市场行动 来调节你的用电行为 从而达到来控制这个系统 国内就是我的电价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然后你卖给我多少钱 我卖多少 我这边都是说好 基本都是基本 基本就是控制的 也就是经济性较畅 好 我就说这些 我希望我说这些 不会因为说了太多的 像类似于那种专业知识 让大家觉得 觉得有点不感兴趣 或者没法理解 那么我现在刚才说这些 就是一个系统特点和一个发电的过程中 然后对于这个电的传输和管理过程中 我再快快的跟大家展示一下 国内就有两个大的电网公司 北方叫国家电网 南方叫南方电网 就是这么两个电力公司 他俩是评级的都归国资委管 剩下这些地方性的电力公司 就归两个大公司管 然后这些重点来了 就是你看这 国家电网负责这个自治区之下市 什么分为几个分为 负责全国26个省市 又分为几个区域 华北电网 东北电网 西北电网 华东电网 东北电网 就是南方电网 运行 覆盖南方五个省 广西广东 云南贵州海南 也就是说国家电网 那么国家电网 负责这26个省里面 他们下属的这些区域性电网 他们之间是有相互 都归属于一个公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资源调配控制 都是内部操作 都是内部有内部管理 会很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下一个我看这个 电网 那就是这个 那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我 不好意思 我这可能辣了一个 辣了一个 真的我 我这个既然没有把这个 网页贴过来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吧 就是咱们国家电力企业 就两大电网嘛 就是刚才说那个南方电网 和国家电网 然后再就是两大 那个两大那个 那个EPC单位 和五大发电发电集团 这些集团都是归 是吧 都是归归归彭家的 就是我想说就是电力系统 是一个垄断性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行业 好然后那个再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说 那么电产生了它在它在进行调控的时候 那么它是有一层层是有调度的 那么调度就是就是因为它计划性特别强 那些人是从 是从上到下的一级来确保 这个电力功能是有问题 你比如说 那么我东北电网 东北电网就涵盖了东北三省 那么哪个省缺电的情况下 其他两省的发电 发电厂发电都可以进行 对缺电的省份进行输电 对进行匹配 这样从而确保 这电力功能系统是稳定的 那么这也是有一级一级一级来的 我想说这块 想给大家介绍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一无还是限电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因为你一无只是一个小城市 你限了电了 那么一无所在的 那个华北电网 是可以通过其他省份 其他省份来调电 来调去调配电力 来满足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它仍然选择让大家去不用电 或者说不生产 注意不生产 不生产来控制限电 也就是说放弃了经济增长 来达到这个目的 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然后这个 那么如果大家知道 这种电力调配供应的话 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你如果不清楚的话 就觉得限电可能就限了 你可能就是需要限了 但是我给你介绍 这个电力管理调度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 你就会理解不正常 下一点要跟大家说 就是电力传输 你比如说各个传输的时候 这个设备之间使用 它这个设备使用是有概率的 你比如说这个电 这个柜这个小区 它有个集中供电 供电它有一个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这个容量 也就是说变压器能传输最大电 最大的电能 在这个我问我的同事 他跟我讲 现在的这个设备的使用率 是10%到30% 这是正常的使用率 也就是说这个小区 假设我需要调控 调控这个30户的居民 我可能就可以买一个 能够辅助调控100户居民的 这个变压器是这么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电力设备的预量 预量备用是非常大的 浪费也是相对来说 不能是浪费 只能说准备安全系数 应该是相当高的 就是说国内 然后这个和什么相对应 和他相说 我突然间天冷了 所有的人都在用空调 都在用加热器 导致我这个电能负荷特别大 那么在这一点上 它是和这个是相矛盾的 因为你本身 你使用设备的使用率较低 你这个安全 你这个预量 准备的比较充足 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所谓的这种 由于用电高峰 导致电力供应不上 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或者说较小的 或者说有更好的调配方式的 总之这些说的就是 他们说的是假话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你想理解 他这个新闻说的是假话 也需要这些知识 来了解 来了解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是为啥 把这个东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最后这下一个就是 国内现在的煤炭 包括这个煤炭的交易 也都是不是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市场化的 市场化的行为 在进行操作着 这就导致了 那么各个各个煤炭生产商 或者说相关相关机构 那么进行了 就实行人控啊 人为管理啊 或者说操作啊 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对于这个 电力管理这一块 那行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 电力系统的特点 它怎么管理 怎么调配的 来确保这个 来确保整个国家 或者区域 城市之间 这个供电是平衡的 那么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点的 重点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说咱们 国内限制澳洲供电 或者说限制澳洲煤 这种东西 对中国的电力供应 会不会有影响 这是这是这一块想要了解的 或者说中国这个电力供应 从现在来讲 和煤的依赖性相关性 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把这几个网友给它插掉 好 这就是一个 这个中国能源门户网站 也是 也是一个国内的一个 一个专门的行业网站 行业网站它抓取了一些图 这些图 这些数据 都是我看了一下 都是来自什么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改委 或者说官方部门 这些数据的可恶性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 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Thermo Thermo就是热能 热电 就是黑色的一块 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然后 黄色这一块 这是核能 粉红色这个是太阳能 太小了 可能显示不出来 然后这个风能 就是风力发电 这块也很小 也显示不出来 然后这个hydro是水电 水电显示也是比较小的 但无论怎么样 它给归类了一下 就是对于这种 Renewable 就是可再生能源 只是绿色的一部分 那么它这张丙图想展示 就是主要是三块 可再生能源 占了这么一小部分 然后 你可能占了一小部分 很大很大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这个Thermo 就是这个热能 都是热能 具体的一些信息 具体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比例 在这个柱状图可以看出来 也可以看到 18年和19年的情况 这张图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我要想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 在短时间那时候 没法改 无法改变的 这个能源结构 都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积累去改变的 因为这个 你现在这些装 就是 你现在装了 装机容量 包括你现在就能 能发电的设备 和你共 它是处于一个基本上 一个出门 一个平衡的状态的 我会有多余的 不会有很多 那么这个能源结构 就是我现在需求 基本上已经确定 需求是 一个社会能源的需求 基本是 基本是稳定的 包括增长 都是基本上是可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应的需要有发多少电 相关的这种电力发电 数量 发电这个能量的多少 也是知道的 对相关匹配这些发电设备 也是固定的 那就是说我想迅速调换一下 那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这个数据只是更新到 2019年的 18年和17年 20年还没有出来 那么基于我刚才说这些 是可以来 这个 来预测一下 或者来了解 中国2020年这个能源结构 是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像我说 一个国家能源结构的改变 短时间不是几个月就能改变的 也不是一两年两三年可以改变的 他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来 来改变这个东西 这个主播问了我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电力 我曾经 我从事过电力行业 工作过许多年 所以他这些稍微有些了解 然后就是我尽量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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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沟通 分享一下我这个想法 好 第一块 那么就可以看到说中国的能源 跟这个煤炭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也就是说能源的工 能 不是叫能源吧 电力供应和煤炭 是高度依赖的 那么 结论就可以出来了 如果煤炭供应出现了很大的动荡 那么他就是会影响这个电力 电力供应呢 对吧 从这个图表上大家可以 这些 咱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咱们看下一个 嗯 那么国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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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分配我们知道了 那么 我我们已经清楚了 最主要的是 没影响国内电力的供应 那么咱们进行break down一下 看一看 我些煤 我中国资产是有多少 我海外供应是有多少 那么如果海外供应的 只是其中的小部分煤 那么我这个完全海外不进口 也不会影响我 如果我国内产的只是一小部分 那么海外供应是一大部分 那么海外海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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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的煤的数量 就会影响到国内的一个生态 对吧 或者国内的一个系统的平衡 或电力的一个供应 嗯 就是就是就是这么 这是这是我要表达这个逻辑 咱们现在看第二部分 那就是国内产煤 这个煤的产能是多少 咱看看国内国内产的说是可以自足呢 还是说是需要 呃 需要去去那个去从国外进口很多 嗯 我上那个国家统计局 包括这个国家能源网 几个官方网呢 想去找这个数据 前三季度到底产了多少枚 呃 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正式的间接 我从间接的找到了一个 间接找到了一个数据 间接的找到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多少呢 嗯 我看看啊 我给大家快快 快找一下这个 嗯 前九个月全国产媒总量约 这是记者从这个煤的什么 煤炭产业大会上说 前九 前前九个月全国产媒 二十七点九 二十七点九一吨 就是也就相当于 算是28一吨吧 同期基本保持平衡 煤炭进口 煤炭进口2.4一吨 同比下降4.4 全国煤炭消耗2.29一吨 产需基本平衡 这个数据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前三季度 前三季度也是 国内资产是28 28一吨 进口了呢 27.9一吨 进口了2.4一吨 消耗了是 煤炭消耗是 29一吨 它的意思是 我是基本是平衡的 没有问题的 那么基于它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到 国内煤炭的供应 也就是说我自己资产的是 是都非常多的 因为进口 在进口2.4一吨 如果用2.4一吨 除以一个 220 这个28的话 那么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远远的小于 小于一个 3%的一个 一个关键值 好 这是国内生产 煤炭生产的情况 这是这个数据 咱可以再 这是 你看看到吗 state.gov.cn 这是国家一个 一个官方网站的一个数据的发布 这个可能缓冲一点时间 再稍等一下吧 再等一下 再看看下一部分 海关的数据吧 这个也也也在缓冲 稍等一下啊 我再把它先都打开 这是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这是一个前三季度电力分析报告 就是国内发布的电力分析报告 就是你看 你看完就觉得非常扯 非常扯淡 它这些东西都是官方发布的数据 和官方提供的报告 它对不上的 它都是有矛盾的 好 这一出来了 这是国家 刚才刚才说的是国家统计局的 咱看看国家统计局的 十一月十一月份产能情况 我想 我想通过这几个分析 跟大家阐释一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 它之前的新闻报道里说 我是天气的原因 我是产能提升的原因 它并没有提到煤炭供应 我提到了一点点 并不多 那么咱现在就看一看 煤炭供应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我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 从国内生产 从海外进口 从这个消耗和产能 几个角度来看看到底 国内煤炭是什么样子的 至少在官方官方的数据上 可以看到 原煤生产略有加快 这是十一月份的 十一月生产这些吨 生产3.51吨 同比增长1.5 这不是说了吧 日产多少 环比增长是多少 然后煤炭进口略有下降 进口是1167万吨 环比同比增长又是多少 又是这样的 同比下降10% 下降的比率还是非常大的 这点这两个关键数据 跟大家展示一下 他这个自产煤产了34.8一吨 我进口了2.6一吨 通过这数据来看 也就是说10月份 那么我自己产的煤是接近35 我进口才不到3 那么也就是说进口我可以忽略掉 也不会影响我这个太大 也不会影响太大 对吧 从这个数据上是对 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这个煤是不缺的 然后快快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个图表 原媒产量增速 也就是3月份增速 从7月份逐步上升 增速是一直在提高的 咱们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咱们还考虑一下这个疫情 国内疫情lockdown 新年期间导致这个 导致这个疫情严重 然后我们还考虑一下这个疫情 然后这个全社会人格需求消耗 可以看到这一个下降 这边一个下降 那么产品的下降 一个供需的下降 无论从原因导致下降 7月份之后 政策有些明朗 那么产业产能有了需求 然后可能逐步产 这个产业情况略有增加 这是一个生产情况 看这个煤炭进口的情况 煤炭进口 可以看到煤炭进口 基本就维持一个平衡 基本上维持一个平衡 这是从这个数 从它来看 从这个数据来看 这是一个煤炭相关的价格 这是油了 好了 这和煤不相关了 看一看 这是刚才 这是国家统计局的 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你看海关呢 在这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查这个数据的信息 国内海关的所有的信息 都有一个 他这个他这个所有的内容 都是一个单组代码 你要想知道这个进口海关 你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 海关进口了多少 你得先找到这个商品这个码 找到这个商品码 你才能更好去查到 这个码叫HS码 我也是去做这个 我才知道的 因为不行我也不是很清楚 看这个 煤以及荷煤 这是这是咱们想关注的 荷煤相关的 这是说是数十月份是进口了这些 这些 这些是1372 我看单位是多少 万吨呢 万吨 万吨 然后这金额是这些钱 1月到10月累积是这些 然后 呃 后面是一个19年 19年一个相关的一个 环米的一些数据 他是他的数据的发布非常不好 不好意思 我再我再调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看可以看到这相关的信息了 那么在19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1月到10月 累积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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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叫什么 2万 2万7 就是 2 2.7一吨 是吧 你看 2万7千万万吨 那就是2.7一吨 是吧 1万 10万 100万 100万千万 对 2.7一吨 这是一个10月的进口一个数据 我 呃 然后这个这个数据咱可以和他和他看这个 看他这个公布的这个 1167万吨 11月 啊 这是10月的数据 他的没有还没有公布出来10月的数据 嗯 从这个海关这数据你可以 咱咱可以咱可以看出来 那么他他在前1月到10月10月的进口的数据 前10前10个月累积累积的数 累积的这些多人增数和这个 呃和去年相比相比之下是比去年是多的 也就是说从这海关是从海关数据上 他这煤的供应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对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正常发展我今年进口的煤 到一年12月里面我10个月的数 一个月10个月都比你多 那么可能就是呃 从这来看就是那么他就他这个都海外进口是没有问题 这是这是从他他这个来看 从他的数据来看 咱看这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哎这也是电力企业联合会也是一个中国的官方网站 这个网站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非常有意思 我给大家分享这个电力企业联合会 就是电力系统涉到民生 那么电力系统相关的所有的数据 包括报告 那么都是和投资和经济和金融各个方面都是挂钩的 包括民生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国内他这核心关键的数据 他并不想对外分布或者说都不想对外发布 或者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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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关口 政府本人发布的他有矛盾 稍微有些矛盾 那为了解释这个清楚怎么办呢 那么国内就就是成立个电力企业联合会 就成立这么一个联合会 这只是一方面来捅头这个事情 然后来来协调这就这也是一个 所以说这方面发布的数据也算是一个官方 也是官方的正式的数据 这个电力共2020年上半年电力供应形式分析报告 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要重点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这个看完你会发现这个CCP也是太有意思了 好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电联今天对外表示 下半年电力消费增速比上半年 明显回升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恢复性增长势头 表现出逐步回稳态势 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百分之六左右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二 至百分之三 就是他说就是用电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我可以稳步增长的 这是从电力供应的角度来看 看这个视频 看下一个下来这个视频 没有缓冲出来 我都给下来下来 我就给播一下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中电联今天表示 下半年电力消费增速将比上半年明显回升 那么当前我国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 表现出逐步回稳态势 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预计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 按区域来看 预计华北华东区域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裕 华中南方区域部分省份高峰时段的电力供应偏紧 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富裕 华中 好 大家看完了 我先给大家 找到关键点跟他说一下 那么 恢复性增长 这中电联发布的说 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全社会用电量同期增长百分之三 预计 这是重点 预计全国电力供应 为总体平衡 局部 局部 局部地区 高峰段 高峰段 咱们再看 这已经 他已经预示到了 他是自己说的 全体 全国电力供应 会达到整 那个总体平衡 赤头 表现出 表现出逐步回稳态势 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百分之二 预计 平衡 局部地区高峰时段电力供应偏紧 按区域来看 局部电力供应会偏紧 按区域来看 主要看这 华北华东地区电力总体供应平衡 东北西北区域电力供应富裕 华中西南地区部分高峰段电力偏紧 义乌是属于华 华东地区 按照这个电力供应上看 是华东地区 他说华中南方地区高峰段电力偏紧 那么湖南是属于华中的 那么他这个算是 也算是说对了一个地方 至少这个湖南出现电力供应是有问题的 这是他 这是他在 他发布的一个关于这个电力相关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他说自己都说了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报告 大家可以快快看一下 他说你看咱们咱们快快过一下他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对咱们了解这个缺电是 是有是有助于的 有助于帮助的 这个关键点 咱就是给你快快的过一下关键点 说第一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0% 第一产业就是农业相关农业相关的 等等特别特别多 这就这就稍微有点奇怪哈 一个一个国家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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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这种这种需 电力需求 我个人认为是总体是平衡的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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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差太多了 因为你种种地 你种地啊包括这个农业 都基本是确定的哈 然后第二个就是啊 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5% 第二产量就是第二产业就是农相关说的制造业吧 制造业下降2.5% 也就是制造业比较疲软 制造业比较疲软 不行 那么之前他新闻里提到了 那么制造业怎么高出需求 导致灯用电量急速激增 偏纳啥呢 那么至少从这这一点可以看到 到啊在上半年前半年 它的工业是下降的 那么下降的同时也就是用电少的 那么刚才咱们看到了海关的数据 包括同期级的数据 今年前11月的进口的煤 都比去年前11月多 对吧 是吧 大家刚才咱一起 我和大家一起过了一下对吧 看啊 这是海关的 这是1月到10月的数据 这是19 这是19年1月到10月的 也就是说同期状况下 中国从海关数据来看 进口的数据比10月分多 今年比去年多 然后我们这个国内这个产业 产工业产值又下滑了 最终出现电力激增了 都不知道这个电激增 是从哪来的啊 再看下一个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相关的 所说下降4% 第四部分就是城乡 生活用电增长这些 五部分就是西部地区用电来增长 这个西部地区和咱的限电 没想到没有关系 咱就往下看 看这个电力供应 这有个全国发电设备 1727个小时 比同期降低 比同期降低1,070个小时 这个平均利用小时数 就体现了这个设备的 不好意思 体现了设备的稳定性 这个平均利用小时数越高 那么设备越稳定的 这个设备你不是说 它转了一天24小时 那它可能设备是24小时 就代表着整天是 是整天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说 这个水电 这个新增装机少 这是很正常 因为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 这个需求是逐步替换的 逐步替换 你装太多也没有必要 第三个是水电火电通比下降 核电增长较快 就是所谓的国家想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从这个传统的化石能源调到可能新能源 第四部分是核能太阳能的提高 这是好吧 然后这两个就不看了 关键这部分 电力燃料供应总体有保证 说上半年煤炭供应趋势 总体偏紧平衡偏紧的变化过程中 就这么一个情况 国内煤炭产量及煤炭机口量下降 当机煤炭供应平衡扁为偏紧 他就提到了这个煤炭供应 是有点问题的 刚才咱看的海关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到 不到他这个怎么 由于出现就偏紧了 就是他这个数据 他这个你自己他自己发布报告 我这个需求是偏紧的 但是从这个官方报答的数据来看 我这个我这个数据需求是是是是正常的 然后全国电力供应总需求 说上半年全国电力总体平衡有余 分电网区域来看 华北华东华中南方电网总体平衡 东北西北供应能力有余 因为东北东北是是这个工业不好 也产也是产煤的 特别是黑洪江 西北那边也是产煤的 包括这个陕西和内蒙的那个西北部 也是也是也是煤炭产能的 他那边发电厂比较多 所以说他那边电力供应是有富裕的 然后他自己说 你看这个华北华东工体供应平衡 自己说的是平衡的是没有问题的 他说看全国电力供应形势下半年消耗 比上半年明显回升 这是没有问题 他说的逻辑上没有问题 非化石能源装机比例继续提高 就是所谓的可战式能源或者其他能源的 这个关键点 全国电力供需总平衡 局部高峰时段电力偏紧 也是说我总体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偶尔有局部有些偏紧 偏紧 华东华中总体平衡 东北西北有富裕 这个说华中这方面 可能就湖南江西广东 他自己看 省级电网中湖南江西广东内蒙等 高峰时段出现电力缺口 他自己都说到 你看这个湖南 这是在上半年的报告里面 提到了湖南有可能会有缺口 这时候他自己可能预设到了 江西他也预设到了 广东也有可能 但内蒙是厂媒大省出现电力缺口 这是非常 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事情 最终他给了个建议 就是你看多 给了个建议 建议是什么呢 这是给了一二三四个建议吧 最核心的最核心的建议是啥呢 最核 坚持有法可疑 提升全社会发展能源的信心 这能力 能力在预测全国工人平衡的情况下 或者说局部确定的情况下 我给出个建议 建议什么 要坚持以法可疑 提升社会主义发展新能源的信心 这也 这在出现的报告里就非常业余 就非常有意思了 就你前面用数据都是用数据来说明一个问题 后面你说我们要加强有法可疑的信心 这个报告里写的非常有意思 再看第二个什么发行律师债券 三十推广交易 总之吧 就是这个报告咱快快的看了一下 从他想说的表达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他就是分析了这个店 各产业消耗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店消耗 然后这是供应什么情况 然后预测了一下下半年的情况 最后给出了一个建议 给出了建议和他电力和前面分析的 一点都挂不上钩了 不能说一点挂不上钩 你会发现就是 我一般写一个报告 我发现问题一 发现问题二 发现问题三 我的结论是三 我给出了个建议 这个建议和前面是挂钩 和前面这个有问题 出现了问题 对应真正的问题是有局部的 非常可以看到 最终他给出的建议是和政治上挂钩的 并没有和技术方案上挂钩的 这是国内一个政府企业做报告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一点 好 咱们就回归重点 对 咱们其实已经看完了 就是说这一块能源结构 咱快乐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从电力能源上看 中国是非常依赖热能的 包括煤的 对吧 这是数据上看 结构上看 然后他看的数据说 前三半年产能是29.7亿 也就是说我自己产能是没有问题的 我海外进口一小部分略有下降 那我需求非常多 我能源又非常少 是没有问题 那么他这个数据和 然后最后三季度报告说 基于这情况 那我们的供应也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一句话就是我自己没有问题 供应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我只是说完这个问题 咱们看看他提到这个新闻里 包括提到的有一个 咱看看他这个说到一个天气 这个说天气影响导致这个耗电角度 还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两个义乌和 这是长沙 这是长沙的 这是义乌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你正常来讲 一个国家的气象局 对外是发布信息数据的 你像气象局上去查一个某一个地区 某一个地区的气象数据 是应该非常容易获得的 我登陆咱们国家气象局 包括中国的气象局 你会发现你数据你根本找不到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根本找不到 没有办法 我从国外网站上找到了一无的气象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国家的气象数据也是气象 气象单位也是国际什么气象联盟的成员 数据进行要共享 所以说你只能绕到去绕到国外去获取中国的数据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一无咱看看一无的天气 他说一无天气导致这个耗电过多 咱看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15天的气象数据 从12月 从12月2号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最高气温 这是一个平均气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气温是从零逐步往上上弹 再往上走 然后这是15天的什么 切变 这是压力 这是风速 对 主要就是这个气温 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东西 你说我这个气温导致电力供应出现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么咱们这个气温第一 持去了多长时间 如果我持去了三天 那么我正常来讲六天之后 我这个气温不应该是一个影响因素 对不对 不应该是电力影响因素 对不对 这是一个角度 那么从一个纵向来看 一无只有2020年气温低吗 如果说一无在过去的10年中 某一年导致了气温遍地引起了电力供应 这也很正常 如果过去10年中或20年中 一无由于气温 我该这么说 在过去从2020年同历史气温相比 如果今年的数据是气温的温度是正常的话 说不是特别低的话 你往年气温可能比20年还低 那再比往年历史数据比在今年偏低的情况下 都没有导致缺电 今年突然间就导致缺电了 这也是不合合的逻辑 对不对 所以说我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给看看 他们这个气温是怎么样的 第一个看的当日气温 当日气温已经往外回暖了15度16度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大家用空调 南方再加上气温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咱们再看一看它的历史数据 过去10年的相关这些信息 好 就看这个 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平均 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气温 这是从2009年到2020年的 这快快的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平均值最大值 就是在过去中你看看波峰 最大值咱都看波峰 区别大吗 这是2020年34度 咱看看这是多少 这是35度 对吧 这是14年 这几年 13年35度 这也是35度 34度 这个也是35度 也就是说 这个从气温最大值 平均值和最小值上看 那么它的气温和往内区别是不大的 对吧 是区别不对 15来讲是区别不大的 也就是说那么从这个电力供应的角度讲 你每年我的供应 我这个电力供应的这个预量设计 就是要满足你这个区域的整体运行情况 在过去这是接近10年中没有什么问题 气温没有变化 这个系统稳定的情况下 今年突然气温就成了一个电力 电力引起电力短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这不是扯淡吗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 认不认同我的吗 认同我说这个 这是我这么认为的 当然不对大家可以跟我分享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这是 这是所有的 再看一下一年的吧 这一年的 这是一年的可以看到这个气温 对于这个到了冬季 这还可以吗 也不是说 也不是说出现极端情况 这个是下雨天 下雨天不看 咱看这雪天 雪天和持续时间 这样的话也可能间接说明有问题 从这一点可以看 你看这个 在2020年 这个雪 就是什么 雪的毫米 这个雪的厚度达到了15毫米 那么从这一年上看 那么这一年这个雪的确是偏大 的确是偏大 那么持续时间上看 这个 2020年并没有 2013年 2021年 2021年 2013年 都是比2020年大的 对吧 持续的时间都是多的 2020年现在只是说雪 雪下的比较大而已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雪偏大的情况下 的确是会影响这个电力系统 这个稳定性的 因为雪太多了 可能就会引起这个 网络有问题 但是 我 根据我了解的和我的工作经验讲 电力系统每年 每年定期要进行大检修的 定期检修是 好 各种设备要定期检修的 有半年的 有全年的 特别对于这个 上下站的 这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核心 核心站点 至少要一年检查一次 检查的时候 都会按照明确的检查手册 就是你检查这 检查绝缘 检查各个方面 看来是否是符合要求 比如说信号控制 动作各方面 都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如果说 国内是一个 稳定的去执行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 会是个影响因素 但不会是一个大的因素 除非说这个电力系统 整个管理电的系统的人 就是在检修的时候 就走了个样式 连做都没做 那么这种 引起骨干网络 这电力供应 出现问题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骨干网络 骨干网络 骨干电力供应 这个恢复应该是比较快的 现在的限电是从12月12日开始 一直通知到了12月31日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民生 限制生产发展的情况下 那么也就是说20多天过去了 我这个电力还是供应不上 这也是非常非常不符合逻辑 你正常来讲 你去抢修的话 是很快可以修掉的 这就为什么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 大家对于这个电力短缺 拉闸限电 都是很少有概念的 收电有影响很正常 基本的半天 一天或者说 今天几天之内 就修不掉了 这是一个 二个对于电力供应 这个会想抢修这个完整程度 电力系统也是要要求的 不同的网络 不同的电力供应 那个等级要求恢复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气象的数据 我就好 这是这是关于义乌的 然后我又我又我又查询了一下 这个湖南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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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的 我就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其实都是一样子的 从从这个数据上看 说长沙由于气温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短缺 这也是也是不符合逻辑的 需求需求测的天气原因说 大家看第二个说 说工业用电量过大 导致这个 导致这个需求量较多 那么工业量需求大 那么 咱们刚才也在展示的过程中 也展示了几块 展示了几块 那么工业需求 我咱一点点看 工业需求主要是什么 一个圣诞节可能是这个工业需求的 圣诞节前节日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有个需求 春节有个需求 还有其他的一个临时需求 圣诞节 我想问大家 圣诞节的需求 会不会影响国内的供电 会吗 圣诞节 圣诞节导致这个 对海外贸易的需求 会影响这个供电吗 不会的 因为圣诞节马上来了 国内是这样子的 它生产周期是有个过程的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 我的工作中 我知道 国内生产的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的运输 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 国内从生产的设备 到运动澳洲 基本上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其中不包含 不包含清关的时间 不包含内部转运的时间 也就是说 一个厂家在发货的时候 基本都是提前 最少提前一个月 要把这个货准备好 圣诞节这已经马上过了 那个货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至少要在11月20号之前 就发出了 也就是说 对于圣诞节 而导致这种 对义务产生这种需求 或者说全世界 由于圣诞节 这个大节日 导致的这个需求 生产这个生产任务 基本都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生产完 你现在还是在生产的话 你什么时候卖出去呢 明年的圣诞节卖 那肯定不可能 对吧 春节 咱看春节 春节是有一个可能的 春节会影响这个 叫什么 这个产能的 或者说需求的 但是需求特别少的 为啥呢 因为中国的春节 不像西方的圣诞节 要求那么多的装饰 送礼物啥的 国内更更直接的方式 环保的方式 国内过春节需求量最大的 一个是鞭炮 一个就是红包 是吧 这两个其他好像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说 所以说国内 国内由于春节导致这个 导致这个 对这个装饰品的需求 包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 是非常少的 国内过春节 一般都是对农产品需求 比较大 对 或者说是这个鞭炮 包括这些其他需求 就没有说影响一个大 大家这个工业 必须产能特别大的 钢铁需求 包括这个产能大户 例如钢铁 炼钢 建筑物这些 都是没有那么大的 是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大家在 我在问大家 因为我想我想把这个事情 分享给大家 把这个想法分享给大家 我想跟大家互动 那么由于大家 从事不同的行业里面 可能对的想法是不一致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要做这些节目的原因 就像我说的 如果你不懂 这个电力系统是怎么运行的 电力供应是怎么运行的 你看的新闻 你就会觉得很正常 就是下雪了嘛 需求就大了嘛 但是你要懂了 你就知道它是在扯淡是吧 在说些废话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好 大家如果说 如果说大家不是这个行业的 参与了这些节目 我跟你分享这些信息 你至少有所了解 我觉得这个时间 你花这个时间是值的 参与我这个节目 是还是有必要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 我准备联系节目 大家来参加了 大家参加节目结束之后 大家说 你这个人说些啥呀 这不浪费我的时间吗 对吧 这是我最不想发生 最避免的 所以说我如果大家 我问大家问题 大家跟我互动是非常好的 也不要介意互动错了 因为毕竟每个人 不是很了解每一个行业里面 总归有自己不熟悉的行业 包括有一些不清楚的 行 然后这是咱们简单 从感性的角度和大家谈谈 这个工业需求增大 你看咱们想春节 圣诞节 刚才我说这些 这都是没有数据支撑的 都是你的感觉 都是你的逻辑 逻辑 逻辑自己的想法 那么咱看一看数据 到底它这个工业消耗是有 还是没有呢 我觉得这时候是更有说服力的 就是你如果说你国家公布的数据 对于这种现阶段期间你这个耗电量 包括你各个数据指标 并没有体现你这个工业迅速增长 工业生产迅速增长 然后你告诉大家 工业生产导致了发电损失 对吧 那你肯定就是在骗人 对吧 那么咱们肯定来看一看 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18年的 我并没有去官网找这个数据 因为我没有那么太多时间 去把这个给它完善一下 然后我就引用它这个吧 18年的数据 看看18年的耗电大数 这是18年的耗电大数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南 河北 内蒙古等等吧 就是 我第一眼看了这个表 我就感觉 这个表 我促使我做节目的也是一次 也一个原因也是这个表 我做这个表 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前几名前十名里面有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北 河南 四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缺电了 那么限电首先限哪 那肯定限用电最多的 对不对 这是毫无疑问的 用电最多的是哪 是山东 江苏 广东 但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山东 江苏 都没有限电的消息 反而限了一个浙江和一个湖 湖南 还有广西 广西限电都非常少了 对吧 那你这个 你看国内官方官部的原因 限电的原因 天气的原因 咱们可以看了历史 看了这个历史数据来了 排除这一点了 不是天气的原因 他说天气的原因导致了限电 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就非常扯淡 就跟那个农民烧街杆 引起PM2.5增长 就跟大家炒菜做饭 爆锅引起PM2.5增长一样 就是过去大家都在做一个事情 没有产生影响 今年就突然产生影响了 你这个肯定逻辑上就不对的 对吧 就是这个情况 这是08年的 看这个这个 这是这些相关的耗电大户 然后这个再看看09年的 这是09年 这是09年那个发电 这是发电量 发电量 发电增速 用电量在这儿了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 这是这是前四年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吗 19年和18年都是一样的 用电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国家一个经济形势 或产业结构没有很大影响改变的话 你这个用电量的变化是区别是不大的 18年和19年都是一样子的 都是这几个省份 广东江苏山东浙江 对吧 然后突然限电限到了广西了 用电量最大的没有限电限到了广西了 然后现在原因是天气和工业增长 就是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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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他说的这个 是吧 他说这些原因 然后我这是008年和09年的 这看2020年呢 这看2020年呢 再等一下再缓通 就是缓通的国内网站会慢一些 这也是那个中电链的报告 2020年的1到10月份全国用电 这也可以看出是19年 19年的20年 这是蓝色是19年 这个 这什么橘黄色是2020年 这是耗电量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用电量 对 看大家可以看到吗 09年和10年 基本都保持一个基本保持一致的 这是增速 增速的情况下有个区别 就是2020年这个从几月份 从2月份之后迅速增长 然后7月份有下滑 这部分跟也是疫情导致的 对吧 那么对于20年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耗电量 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对吧 趋势是一致的 那我再快快的快快的那看一下 这是这是发电 好 你看这个全国规模以上发电厂 像发电厂 增速超过10%的有云南 新疆陕西 就是陕西 陕西出现先电的消息了 他这也是陕西发电大省 还是产能发电大省 包括这个煤炭大省 他就出现限电的消息了 然后西藏福建 然后说这个发电量增速中湖北和湖南下降这些 湖南这个 从这个数据来看湖南限电 这是逻辑上解释通的 因为他的从发电量数据上 那么都是都是这个 就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平均利用平均利用小时数 就是我再说一个题外话 这个做报告的人非常是非常是非常 不知道怎么样子 他这个颜色选的是一个色系非常近的 让你看得非常难 正常来讲这种对于这种接触比较近的一种 肯定要选一个就是那种色系差别比较大点 就是黄黎红这三个色系中 一眼就看出哪个是哪个 他这个你看这个深蓝和浅蓝 看起来你就非常累啊 这种就属于做报告的人也没有冻脑子 根本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感受 这个从这个这个发电量利用小时数看 平均利用小时数 你看也基本上和国内也变化不大 这说明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发电设备也是比较稳定的 并没有供应是电力供应是没有问题的 对这个有人说这个发电那个这个 你看有没有一眼就能知道 对是的现在问题是 这根本都没有就不需要到那一步 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了解 就可以了解这个信息 就看这楼里有没有人住 你看到电量电量使用情况就知道了是吧 这也是可以间接能够得到这个结论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可能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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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看我再快快过一下这个看这个 说这个是装机容量你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吗 内蒙古装机是最多的 新疆第二多 那就是河北山东陕西是甘肃这些 这些是装机量比较多 装机量比较多 就是他这个发的装机装的发电设备比较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还出现了限电 这也是这也是逻辑上解释不通的 就是在这个中送华南 西北送华北 总之吧 反正就是不同区域来在送电 也就意味着说 他这个电力系统 像我刚才说 我们两个公司下面 他有个分别有区域性的网络 那么区域性的 当区域性的网络出现供电紧张的时候 他们其他就是相互来送的 来确保来送的 从而保证这个系统供电完成 然后这一看到了就是那个电 送出多少电量 咱看看四川送出了 山西送出了 宁夏送出了 湖北送出了 新疆送出了 陕西看 他说陕西要往外送出电了 那么新闻里看到了陕西也限电了 也就是说他限电的一个 这时候你就从这个 从需求关系上看 它就是不合理的 你本身一个省 既有煤又有发电的东西 然后电又往外输了 最终我限电用了 对吧 那这么说明这个 他说的原因 说的三个原因是不靠谱的 不对的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什么全国跨区域送电 通比增长这些 也增长了很多 也一样滑中各个区域之间送 这是说是新装机 新装机 那就是这个 出口电量比较少 出口电量比较少 新装机 新增装机容量少 因为电力需求稳定的情况下 这个新增的可能性比较小 再就是其他就没有了 对这个报告流出 我觉得主要想和大家了解 就是这个 他这个跨区域送电 他自己都说跨区域送电 第二是装机容量来看 那么内蒙和陕西 包括这个新疆 河北几个 以及他利用小时数的问题 这个就说明 他这个装机流量是大的 然后这利用小时数 说明我这个设备是稳定的 是在稳定运转的 这个设备只要 对 利用小时数越大 说明他运转 稳定性越好 那么这个也是说明了 然后这就是发电情况 然后发电到现在为止 这个说我是同 等下同比增长 也是在增长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行 我觉得这些数据 我就先展示到这 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国家能源局的 我展示这么多 我就是想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数据来看看 他这个事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稍微有点那啥 有点 可能不要觉得啰嗦 然后这是国家能源局官网的 他自己公布的 说这个说你看第一产业 用电量增加9% 那么和之前的报告一样的 像第二第二产业用电量 比较少1.2 来了 问题来了 第二产业制造业 第二产业制造业 整体增长1.2% 如果他自己说GDP 我今年增长6% 那你这个增长从哪增长的 你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 制造业才增长2% 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这个 你这个用电量 你这个GDP增长了5% 那你这个用电量增长了2% 它也是不太合逻辑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生产是有问题的 增产是根本上的 那么此外 这还说明一个问题 你用电量增长只是2% 那么也就是说明 你这个需求是非常少的 你新闻里怎么会说到 这个工业突然增长 导致电量大浪需求呢 是吧 这也是不对的 也是不合理的 你看这都比较小 工业用电量第三产业都比较小 然后居民用电5.9 这是增长 说明居民用电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并没有去看 之前几年工业用的量数据增长 怎么样子 当我知道 在统计工业生产活动情况的时候 一个非常PMI的指标里面 就是要看工业用电 包括所谓第二产能 就是生产业的用电 其他这些就没啥了 就是相关这些 咱就先不分析了 就是和咱就没有关系了 我这样说的是 国家能源局自己公布的这些数据上 看工业产能用电增长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对电力的需求是非常少的 对 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这个咱们主要主要想展示那种基本的 就会就会展示结束 大家再给我点时间 在缓冲的时候 我在 看直接缓缓冲 直接等下 对 对这个就是 1到11月份 1到11月份 咱快快的看一下 1到11月份 第三产业用电 你看 这个图表是展示的就是说 不同产业之间的用电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年份之间是什么样的 增速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年份之间 区别都不是它的 增速除了这一条 之外其他的也是相当于平稳的 也就是说工业生产需求 也不是激增的 没有存在激增的情况 因为增长百分比 包括用电千瓦时数量是不变的 不是数量不变的 是数量变化的比较平稳的 今年和去年都是比较平稳的 去年就没有限电的情况 今年就出现突然限电了 是吧 然后这就是几个区域情况 区域情况可以看到东部 耗电是最多的 东部也就是几个沿海 在这东部的这些 东部的底下 然后这个用电 用电增速这个几个大省 这就先不看 这个不是关键的 工业制造用电情况 看图表吧 他说19 你看就看到19年 19年和20年 这个工业增长也是需求 也是增长有变化 也变化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 这些高耗能行业 大家看到几个高耗能行业 这个可能会大一点 其他的也是基本的保持一致的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 他就说了一个东部地区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沿海几个大省 以及经济发达几个大省 这中部地区和几个地区 这是官网的数据到2020年的10月份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业并不是激增的 并不是激增的 只是在稳步发展的 和去年之间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波动的 对吧 这是从他官网数据上来看 行 然后题外话 这个官方报告 你看可以看到这个图表 它是用一个塞尔做的 就是 但是 这就是这个 从这个质量上来看 就非常差 你知道吗 这什么年代了 他用一个塞尔去做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 对外发布这么关键的报告 也就是做报告的人 只是非常适合用一个塞尔 并没有用其他那种软件 其他那种有更好的 你比如像Python 或者是R 或者说其他的 包括这Power BI 包括什么Tuber 都是很多很多 做出来图都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他这个 这个 哎呀 行吧 反正国内你 这种 看的就是 就觉得业余 好 我咱们这一块 咱们展示大量的 咱们这块主要做了两个事情 做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 咱就从感性的角度 从逻辑 逻辑推断的角度来看了看 工业有没有激增 无论从国内需求 国外需求来看 它是没有激增的 逻辑上是个样子的 然后这是咱们只是说感性 那么至于它到底有没有激增呢 咱们裏列了好多表 从发电量消耗 从产能 从这个能源局 从各个各个角度吧 从来看了看 它这个产能是没有激增的 从去年相比是没有激增的 那也就是到目前为止 咱们现在看到了说 官方发出的 发电量确实导致说 是有天气的原因 是有产业激增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这两个全都被咱否丢了 咱们是拿 拿数据来否丢的 来否丢他们的 并没有说是感性的说是否丢的 对吧 如果说他们觉得 如果说谁要觉得说 看到这些数据 还认为产业有激增了 那么那只能他认为了是吧 然后咱们就趋现了这个出现了 最到了最后面最关键的一部分 最后面最关键的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电力缺口 它电力缺口 这是我最开始问大家几个问题 缺电为什么都是 为什么是义乌 不是沈阳 不是其他省份 是吧 不是其他那个中工业城市 你比如说这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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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中工业的像耗电那种 我觉得像东北 东北也是中工业的 为什么东北没有出现这个电力缺失 是吧 然后对了 然后咱们刚才也看了看 就是说咱们看了一下几年历史的这种耗电大省 包括这种这种产电大省 包括这个设备的运行情况 咱们就生产消耗运行的情况都看了一下 生产消耗的这个主要大省是没有变的 都是什么浙江 都是GDP的大省 这是广东 江苏 这是耗电大省 这是耗电大省 产电大省 再看了几个煤炭产量比较多的这个大省 然后这个咱们也 也刚才也一起过了一下 在这个消耗激增的情况 它也没有 那么在这种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想限电的话 限电的话 那么基于逻辑的 基于合理的角度讲 那么肯定不会限一屋的 也不会限浙江 不会去限浙江的 它肯定会通过电网调配 来确保这个经济发达上进行生产 而限制那种 你比如说这个链铁厂 或其他厂 减少这些企业的产能 这种才是合理科学的解释 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说到 一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每年生产大量的 大量的那些小玩意儿 装饰的小工业产品 不能叫小工业产品 然后因为一屋生产了 几乎供应了美国多数的 大选使用的这些小企业 帽子 类似这样的小东西 所以说对义务来讲 有个指数叫义务指数 就是通过义务下订单的 下的订单的订单的内容 从而就知道这个谁 可能更当选一些 就是所谓的义务指数 我不知道这些 这是所谓一个提号 还跟大家说一下 对 你看这个义务指数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大家对谁更有信心 更想支持谁 那么就去买支持谁的 比如说买支持川普最多的 那可能就是那么 下订单下的义务最多的 对于支持拜登的 那可能下订单下的拜登多的 这个其实就是也间接说明了 就是说义务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经济重镇 无论怎么样是不应该限制 不应不应该是限制义务的 应该是应该去限制其他省份的 对吧 义务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不符合逻辑的 也是违反了 从经济决策的角度讲也是非常违反了 然后我 那么那么刚才咱们看 也看了大量数据 也在对比了一下 这个限电是不符合逻辑的 就是说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从整体环境上 从数据运行来看 它的基于它的数据是真实的情况下 那么它运行 这东西是不应该限电 那么限电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限电的地方选择 就是比较稀巧的 那么这种限电也是不符合逻辑 那个经济安排的 那么基于这几点 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一个争执因素和军事因素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就是经济决策上 生产上 供需上 各方面咱都看了 天际上 仔仔细细 找到所有的数据去对比 来应认一下 那么其他的原因都不应该限电 或者说不应该限电 除非它数据就是假的 那么这东西就没有办法了 那么如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情况 那可能就是那他限电就是 就是政治目的 对于对于对于这个政治目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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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经济相关 经济相关准备的哈 然后这个就是 就我了解就是一个游农所 就是如果生产核武器 准备核武器 生产核武器进行游农所 它可能会需要一个 会需要一些 需要一个 进行那个离心机工作 可能会需要大量的电 这个跟大家分 快快展示一下 就这个离心机 生产核武器就需要这个油 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 这个油 浓缩油 想要得到浓缩油 就得需要离心机进行工作 离心机工作就需要大量大量的电 你看 这个 这不是 这个 在这边 对 说离心机工作 靠电力的 那么离心机 耗电特别大 高浓度浓缩油 就是总之来讲 就是 就是说是要想用离心机去提取油的话 那么需要耗电会非常非常多的 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这些信息咱就咱就不看了 这是一个结论 然后这是一个国内的新闻 我并不清楚这个对不对 我找了一个国外的信息 国外的信息 去对比了一下 哎呀 这个 打错了 好 对于这是国外的新闻 你可以看到吗 就是如果想生产一个核武器的话 那么他们这个 就是大规模这些 这些离心 离心机 要想去生产核武器的话 那么这个 它就会引起 引起大量的这个能源消耗 就是我从中外的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验证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这个电缺失了 那么我用这个电 用于军事目的 而把这个以一个民用的目的来说出来 用来生产这个有所农呢 我这么认为的 从这个耗电上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 二一个就是国内生产了好多电站 它建设了好多电站的时候 它这个建设的目的也是军事用途的 你比如说有时候生产 那个供电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军事设施 它在地下掩体里面或在山里面 那么它的供电肯定是 希望它是稳定的 那么怎么才能稳定 可能有单独的供电系统是最好的 那么好多供电电厂修建这些 你可以看到这个修建电厂 就是在这个修建的地方 可能就是从经济效益上并不是合理的 你比如说这地方人并没有那么多 我突然修了一个很大的电站 那么它这个目的可能 也有可能就军事相关的一些 然后这些问题 我们在工作中是也探讨过对吧 所以说咱们再看一看 就是第一个军事目的进行油浓缩的话 那么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个人是有的 我个人是有的 如果说是以从一个外国人角度来看 是没有的 因为你马上要打仗了 你再去准备这个浓缩油这种可能性 你这边太业余了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 没有一点专业性 那么这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 或者是从一个合理的管理角度来看 但是对于CCP你也知道 这种在这种 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计划性 没有什么策略性 就跟贸易战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进行压力测试一样 直接就是看领导的意思 领导说打那咱就往前打 领导说意思怎么样 那咱就咱怎么样 就是 所以说这个 在这个中国政府做决策 并不是一个科学数据 或者说模型演练 或者模型测试一个角度下做出的 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 我个人感觉 如果从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专业性的角度来看 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马上要打仗 你这体炼油能缩 那么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正是因为 它可能并没有去 这种合理的规划 准备性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 至于多少 那咱就不好说了 总之来讲 这些电去哪了 咱们可以看到 这些煤也有了 电也生产了 生产也没有 煤的供应也可以了 然后设备也在运行 那可能用的小数也在那边 设备也在运行 然后额外的激增 工业激增 也没有那么多 那电肯定也在生产 那生产的电是哪去了 也有可能说是这个 那当然还有可能就是这个 这个设备传输出现问题 那这就是 那就太让人 太让人瞧不起了 我就会说 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这也是一个 雍东说这个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 证据和正论 能推出这个结论 这个只能是咱感性的 去推测一下 是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军事的目的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政治的目的 我觉得政治的目的 是政治的目的非常大 这也是我这期做节目 想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 特别是对于那种 国内的游客 为什么说它这个政治 这个限电 纯粹是处于一个政治目的呢 因为咱刚才 从这个产能配送 因为消耗都看了 这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而且在限电挑了一个 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阵 义无阵进行限电 那么就是 这就是我个人感觉 逻辑上解释不通 对于这种正常逻辑 解释不通的东西 肯定背后有一个 非正常的逻辑 这种逻辑就是根本 是不会考虑代价的 一个 一个咱们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目的 那只能是政治目的 那可能就是说我 你看我义无我都限电了 你别的地方 你是不是也限电 你还说啥 你啥就别说了 对不对 我这么依赖的 这么依赖的 依赖的义无 经济发展的一个城镇 我都限它了 你和义无比重要吗 不重要 我限它了也要限你 你就直接听用安排就好了 是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目的 然后之前 我看到班若 班若推理里面提到说 有可能说这个限电 可能会导致提前 让大家演练 让大家适应这种管制 适应这种管制 适应这种限电 限电这种模式 或者说逐步扩大限电这种模式 这也是也是 我觉得从这个目的讲 这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再往下 我现在稍微简单的快快 简单的总结一下 说这些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信息 介绍一些电力供应这些特点 以及调配的特点 以及咱们中国国内这个能源组成的部分 是怎么组成的 然后以及煤炭的这个 这个煤炭铸成的部分 是主要影响因素是 不好意思 是煤 那么煤的生产供应 包括这个海外信息 那么咱们从几个国家官网的数据 像什么能源局统计局 包括海关的数据 验证了一下 从来得出结论 得出这种结论 结论说这个国内公布的三个 三个限制限电的因素 都是不正常的 都不对的 对吧 都是错误的 那这个电用哪去了 可能会用一句什么 也有可能是 那么他就是说 我这个管理就是不善 导致这个电产能用不出去 就是导致消耗掉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那咱们可能也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一个政治目的 是吧 让大家去逐步适应这个限电的措施 从国内那个 明人效应 包括什么叫做讲 我就找这种带头的 我先让他服从了 那么其他人就也会 叫什么羊群效应 或怎么样子的 你领先的你服从了 带头你服从了 其余的人你就跟随好了 你不要有什么疑问了 因为你并没有别人厉害 对不对 这是国内的思维 这也是说的 这也是可以解释通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这些这些节目 我觉得只是达到了一个目的 另一个目的我想说 就是说 那么之前爆料可能包括路德社 一直跟大家倡导 要被量被荒 不是 被量被战 如果大家再不信 或者说还存有怀疑的话 那么我做了这些节目 你可以看到 你没有想象 这个店最终会成为一种 限制你生活的方式 这在了什么年 在这么先进的情况下 还会有这种原因导致限电 那么今天可能限电 限电也非常重要的 明天有可能会限量 限电的出现 是不是瞬间出现的 对吧 你并没有预测 并没有通告 他就告你限了 那么其他将来会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其他马上会出现这种限量 可能会出现是否限肉 或供应 一切一切 肯定会步入正尾的 我觉得说 现在就是国内做这些 咱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触摸一下 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 可能他们有更大的计划 在实施 这也只是可能其中的一部分 也 所以说通过这个 通过分享这些数据 这个新闻 告诉大家 跟大家分享 特别是国内的战友 一定要准备这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一定要听爆料革命的话 好 然后我 我这期主要的主要的这个主要内容 我想跟大家表达完了 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的信息 其他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个人分享 这是一个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 国家统计局的一个信息 发布的信息 看到了吗 12月份上月 流通物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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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咱们看涨幅啊 所以我看涨幅这一块 和咱直接去看 和民生相关的 农药涨了百分之二点几 生猪涨了百分之八点几 大家注意没有 这只是一个月的上半月 涨了百分之八点几 这就是暴涨 这还没到春节 那到春节会长成什么样子 对吧 所以说该准备 还是提前准备 还是提前准备了 看这个 液化天然气 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这都是和生活 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 像油看到了 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点几 这个纯本 涨了百分之八点几 包括这些 这些都是化工 化工的染料 这些化工物品 用来干什么 用来提炼 就是这些用来 咱们用塑料 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都是和生产 它们相关的 涨幅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电解铜 电解铜涨了3.6 这个涨幅也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铜 可能用来做电线 用来做建材 这种建材 可能在建筑业 也都会影响的 这只是半个月 半个月的涨幅 这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看到吗 就是对一个国家 一个发达的国家 一个国家 一个CPI的涨幅 也就是居民生活 居民消费指数的涨幅 基本上都非常非常低的 一般都控制到 百分之二 二点几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澳洲 每次谈工资 涨价就跟CPI涨 就给你涨二点几 这也是 这也是在一个社会 稳定情况下 逐步要涨的一个原因 那么 基于这个 一个正常的状态 来看 来看这个 国内这些 基本农产品的涨幅 八点几 这个肉 非常非常不可理 然后 如果基于它涨幅里去讲 那么肉 加大进口 是否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 让价格降下来呢 这是可以的 对吧 那为什么国内不进口呢 是吧 这共产 国内国内共产党 控制民生 是吧 就说好日子 也就很正常的 然后 这是 这是涨幅的情况 然后 这是一个人口分布的 我下载了一个人口分布的 就是 我想 从这个 限电的这个城市 和人口分布角度来看一看 它这个到底和发展核武器 是有没有关系的 很遗憾 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这边有义务 有义务的人口 义务的人口 在这里分布并不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并没有说 从人口可能能看出说 这个核武器是否在住 但是 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我觉得 这个只能看 才有可能的 然后 我再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个内容 最后一个内容 这个很快结束 很快结束 很快不挣乱大家时间 这是几个国家政府的官网 其实我刚才看到大家这个国家统级公布的信息 其实我 如果我觉得 这视频以后可能 也可以考虑一下 推出一下节目 对于这种关键民生领域的一些 这些信息的关注 定期发布 因为这些信息 可能官方媒体并不报道 普通民众并没有知道 获取信息的途径 或没有这个意识去了解到 如果咱能给它整理出来 分不出来 把这个内容的 这个数据的意义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可能也算是一个 做节目一个不同的角度 好 我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三点 我的三点 我的小看法 因为我做了个节 我做这个节目 去准备一些数据 我就光看了一下国家的官网 那么这也是我 我以后也是做的 如果每次做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你看这个国家能源局 我想获取一下 相关的一些数据 能源的数据 煤炭生产 煤炭消耗 各方面的一些数据 你会看到这个国家能源 能源局里面 新闻中心策划中心 能源党政机关建设 国家能源 什么党方连政建设网 这都是什么能源局 召开讲话的 这是深入贯彻石油大精神 中央生态环境督查 这所有所有这些 主要这个界面 和它的数据 一点关系没有的 和能源局的 你会感觉到 和能源局的功能 一点没有的 就是你会非常有特色 如果你登陆澳洲的官网 包括其他的官网 你不是登陆这个 这个卫生部的官网 你会发现的这个东西 它主要界面 都是和它的本单位 是细细相关的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它发布这些信息 跟能源局能源有关系吗 观测是有大精神 怎么党中机关建设网 我每次看一次 我每次都恶心一次 再看 再看一下 这个国家海关 国家海关 相对来说 从数据发布 数据分享的角度 做的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至少它给你个接口 你会看 让你下到每个月的数据 对吧 非常遗憾的 像我跟大家分享过了 这个7月份 8月份 9月份 12月份 这些数据都不对外发布了 就是我查了一下 这也是有的 海关跟你国家政策 不对外发布这些数据 后期统一发布 就是我觉得它数据 不想发布 就是第一个 就是没法发布 二个就是没法作假 我应该这么说 它没法作假 但凡能做一点假 它就会 能做假 能给它圆起来 发布出来 就是实在没法做了 实在是变不下去了 骗不下去了 那不如不发布了 只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海关网 海关这些 对于海关这些 海关这个官网 做的比这能源局好很多 从用户界面 包括你看这个数据分享 包括这个格式 做的都是相当比较亲和 用户感受比较好的 你看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网做这些 这颜色出现都比较突兀 对吧 颜色 你看这些红色绿色 就是包括这些整理的 比较乱 看起来比较乱 根本就是从用户角度讲 非常非常差 因为可能他们并不是 关注这个东西 好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最后 就是电力联合报告 这个工作报告 对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不好意思 最后一点 这是中电联 中电联是国务院下面 这个电力 下面一个政府的一个官网 他们发布一个19年的报告 我只是快快的看了一下 19年的报告 对于他们这个报告里 你可以看到说 第一个就是密切跟踪形势发展趋势 引领花费 努力发挥引领 努力发挥先行引领作用 我对 我应该这样 我在跟大家过这个报告之前 我觉得一个行业 或者说一个企业做出一个年度工作报告 那么从一个正常一个管理的角度讲 或者说我的认知的角度讲 你做一个报告 你首先你要体现你 你干了什么东西 你做了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毕竟你这个报告要呈现给大家 告诉大家 你做了啥 是吧 你完成了什么样子的 你有什么困难 将来想做什么等等吧 几个合理的逻辑 咱看看他的报告是什么 密切跟踪发展新趋势 努力发挥引领作用 就相当于说 我要关注密切 这些词都是比较感性的词汇 密切关注发展趋势 发展引领作用 他是说我要干什么 这都是就是说我要干什么 他并没有说我做了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你看 你看这标题 你就下面的内容 你就没有必要看了 因为你就知道 他只是说他要干什么玩意儿 就像我跟你说 我明天要去做啥 我未来十年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 你肯定你也不愿意听 你只是你的计划 只是你计划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东西 或者实现了什么东西 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或者你作为政府机构 机关你为人民做什么奉献 就看这个 即时反映电力企业发展诉求 认人当好企业发言人 你看他写的也是即时 这都是比较模棱两可的感性的词汇 他想表达什么 我即时响应了大家的诉求 这个东西也能写到年度报告里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再看第三个 积极响应 看到吗 积极这个也是比较 你不要告诉 正常来讲 正常来讲 他不会写积极的 你写 你有多少个需求 你完成了多少 每个是怎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管理 管理或者应该操作的模式 而不是积极 你怎么样才能衡量积极呢 积极都是太蒙了两可的 积极显应 新会员单元需求 新会员单元需求 持续提升专业服务精神 他一直在说 我会响应性的需求 我会提升专业服务准确性 怎么提升并不到 什么样准确性 提升到多少 所有这些一切都没有 都没有谈到 因为做报告 我们可能能 其实在做报告里面 最令人信服的能量化的一定能量化 不能量化 一定要感性的尽量少用 或者说合理的使用 合理的展示 他这个报告里面 再看第四个 主动适应协会治理新需求 着力加强管理规范 这也是也说我要干什么 说我要适应管理新需求 适应管理新需求 努力着力加强管理规范 这个着力也是一个样子的 用的都是这种 就是这种给你感觉我要干的 我就是给你许诺画大饼 我要干什么 我要做什么样子的 我要加强 我要提升这那子 就没有 这都是比较猛凉 可没法衡量的 也应该做的 应该是更靠谱的 最后这个看工作思路 2020年工作思路 第一个是围绕改革 发展重大问题 积极打造行业智库 你看这一样子 围绕行业 就是这种词汇 你什么样算是重大问题 打造行业智库 打造什么样子 是吧 因为你这个都是没有量化 就是他做这种东西 到时候年底去考核 或者说或别人质文的时候 你解释全都在堂上 他想怎么解释 我围绕了 我也积极了 你看我咋没积极 我这响应了 就类似这种情况 第二你看围绕构建清洁低碳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创新开展业务服务 还是说我在想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都是一样子的 就是说的是比较 就说了一个方向性的 然后安全效的能源 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创新开展业务服务 怎么样创新 什么样的服务 这也都是需要进一步去考核的 然后最后一个什么 围绕一带一路 这个肯定是政治性非常强的 最后围绕社会主义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化转型 不断完善运行市场经济制 这个东西就纯粹政府的需求 稍微有点思考就明白 这个市场化和社会 社会化 社会化市场化转型 这个社会化什么 什么是社会化 是吧 你市场化 你是大家可以理解 你这个社会化 这个社会化是政治一个词汇 这不是一个经济词汇 也不是一个相关其他词汇 这不断完善协会运行新机制 这又来了 这不断 你知道他做这个东西 你没法来创断 不断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完善又是什么样子 总之来讲就是能 能有利于他的词汇 能骗的词汇全都说了 这就是一个政府年度 一个政府 一个电力联合联盟里面 一个年度报告 这报告我感觉就是在 在一个国内 一个普通企业里面 写一个年度报告 都会被领导审 不会领导骂的 这学习太差了 根本就是很业余 行吧 我最后搭了些时间 大家说了些废话 说了些挺不相关的废话 因为我只是看到这个报告 我只是觉得 太太 太太有意思了 我就是把我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 在结束之前 在结束之前 我再快快的总结了一下 咱们这期的节目 就是 我展出了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 搜集了一下网络上 发布的一些 关于现在的信息 基于这个信息 基于这些发电的 发布的信息 然后我们想去验证 到底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又去 去分析了一下 这个 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 这个电力系统的特点 和电力系统管理 包括国内的能源结构 这是从这个 供应测来看看 咱们了解一下 这个 这个 供应测的变化 会不会导致电力 供应出现问题 咱们供应测 分析完毕之后 又来到了 这个 需求测 然后天气因素 工业用电量过大 电力缺口 之类等等 咱们既从感性的角度 又从数据的角度 来分析了一下 当然这个数据 也是从不同的部门 交叉去对比了一下 从而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个限电 它给出官网 给出的 给出这个三个原因 是不对的 是不成立的 对吧 既然是正常的逻辑 是不成立的 那么它这个限电的原因 是什么 更多的是 第一个 有可能是用于军事目的 第二 有可能用于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意味更强一些 然后通过这两个目的 来间接的 跟国内的战友 特别是游客战友 来说明说 一定要相信爆料革命 一定要提前准备 一定要做好准备 不要再相信国内的 这些洗脑的大外宣 洗脑的媒体 是吧 要希望一下 活得更清醒一些 这是这些节目的 主要的内容 然后在这基础上 最后一点 再用了大家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这人呢 我这边在准备 这些信息的时候 一些几点心得 主要是针对 这个几个国家官网 这些页面的设计 数据发布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年度报告 年度的报告的发布 来给大家看一看 国内现在 我这边了解 这三个 设计到这三个官网 是怎么样子的 总之来讲 我觉得说 作为一个政府的官网 最后一部分 作为政府的官网 做到这种程度 一点没有这种 不能叫非常非常完美的程度 连这种基本的一种 专业程度都没有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政府官网 代表了中国 这个CCP政府 CCP代表了咱们 所有14亿人 我每次看到 我这样的事情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痛心 非常非常恶心 希望我就觉得说 咱们都团结一致 跟随报道革命 争取实现法治自由之后 我觉得说 之后可能帮助 才让合理更好的政府 来代表咱们 去跟海外沟通 我觉得我们大家在看到这种 我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 看到这种 看到他们的网站 这种信息 包括报告的信息 那么你想其他的专业人士 在和政府打架的时候 别人怎么看你这个政府呢 怎么看你这人呢 因为你这政府代表人民 你的政府做成这熊样 做成这么差劲 那你的人民又是怎么样子呢 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这种 所有这些苦补 都是每一个人给承担了 希望赶紧 这个take downCP 赶紧成功吧 行我就不废话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